安播足球快信 4的班底实力,始终摆在眼前,为了确保最低目标,亦要赢得下架欧冠门票,接下来对阵实力平庸的对手时,绝对不可以再有犯错的情况,稍有不慎,甚至要遭到跌出前四的惩罚 随着国际米兰重返巅峰,和AC米兰延续上季的崛起势头,祖云达斯今季在意甲,竞争难度明显增大,而昔日的挑战者拿玻璃、拉素,和罗马难免倒退得更加惨烈 还有九轮尾踢,班马军团已落后榜首的国米,多达12分,今个赛季的意甲冠军争夺,基本上失去原念 不单止这样,祖云还在欧冠赛场遭遇此欲,居然爆冷,不敌葡萄牙的波图出局 老虎人的,老,难免成为球队,在联赛里面统治力就降,也是意甲代表,在欧洲顶级赛场逐渐被看衰的情况 其实讲到底,最大责任在于派路,但既然要小岁接管豪门,所有人就该做好战绩下降的心理准备 另外主力班底,也有不少隐患,到现在还要指望,年过36岁的斯朗拿道担任主公点 这里并没有贬低葡萄牙巨星之意,只是客观认为迪班拿,基艾沙等年轻一辈,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回归现实,早季今个赛季,最大目标无疑是确保联赛前四,眼前形势,领先第四,五位的亚特兰大 同拿玻璃分别是1分,同3分,加上还有AC米兰,4支球队增3个位置,环境颇为残酷 今次迎战中下游实力的球队,对早季来说,有利的是拥有主场优势 他们今季联赛主场,前15场胜率,仅次于最佳的国米,达到73.3% 赢球的赛事,单场入球至少两个,考虑到近四次对阵热南亚,都能攻入两球或以上,早季金铺赢面之大,不言而遇 赛季至今的前半段,热南亚一直难以持演渔滥部队的角色,直到去年最后一场联赛至今年2月初 他们在八轮里面,拿到五胜两和一负的不错成绩,排名持续攀升 所以就算过去的八轮,明显被打回原形,只有一胜五和两负,也不会将他们推离当前的安逸位置 领先到数第三名的卡里亚里,足足十分,可以认为是射下互级危机 讲回头,也正是因为提前上岸,热南亚态度松懈不少,近七场无论面对强队,还是弱队都有失波 今轮面对战二十足的组技,对方又拥有众多超水准攻击手,热南亚当然很难招架主场攻勢 必须指出的是,热南亚作客入球数只有十个,没有其他队比他们更少 除了投号得分手,迪斯道,同史卡麦卡,阵中没有其他人攻入多过一个球 再者,热南亚近年作客,对阵组技难球一胜 其中由2013年10月,到现在7次联赛,输足6次,总共只有两个入球纪录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球